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13日 星期一 來到深夜這一節和各位網友報導一節晚間的消息 首先說說天氣狀況 天文台就預警 說今晚一度冷風就還過 明早起床急降溫 和各位一起說說最新的天氣預報 另邊商亦說說一則網絡企劃 說有個人為了要交那個維麗泊車費用 想了一條奇招來癱瘓油局 不過寫了上網過後 被很多網民吵爆 是怎樣的奇招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成中網絡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鄉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鄉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冷風今晚薩道急急降溫 明早最低15度 星期三繼續降溫 只剩13度 報導的藍文是 天文台表示 預測一貫冷風將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 星期二情人節2月14日顯著轉良 市區最低氣溫跌至15度 較今日中午時分 普遍地區錄得超過25度或以上相比 一夜之間急跌10度 天文台預測 星期三2月15日 早上市區最低氣溫 更有機會跌至13度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預警說 今天下午很熱 今晚冷風煞到明早起床已經開始涼 星期三是更冷 各位路友記要多加注意天氣變化 礦仔這一刻都還在穿短袖衣服 基本上好像不是很冷 但估計越夜越冷 各位路友記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另外和各位網友轉看看這一則的奇聞 根據HK01的報導 有個港男奇招交維麗泊車320元的罰款 想著癱瘓油局 二次被插牌發脾氣 網民拋棍 擺明玩笑 報導的流氓是這樣的 收到牛肉缸過後 你又會怎樣選擇繳交320元的定額罰款 用電子銀行繳費耳 還是銀行自動跪圓機 近日有位網民在Facebook群組 全港維麗插牌提示區發貼文 貼出一張手持塑膠袋的照片 袋裡見到兩張牛肉缸 和大量省銀 市主指自己因為維麗泊車而被插牌 於是去郵局叫交罰款 表示我維麗泊車是應該被罰 所以去交罰款 郵局會將牛肉缸最多收100元省子 2元毫子 交兩張即時癱瘓了郵局 那麼多位排隊的街坊對不住 一般而言定額罰款通知書是可以用銀行自動跪圓機 各種方法就可以交錢 但是市主就選擇在郵局繳費 不過以大量的神沙方式繳交 市主更加自稱交兩張的罰款單 即時就可以癱瘓到郵局 行為被網民肯批幼稚 就選人不利己 亦都說做這些無聊事 還要放上網以為自己很有型 市主後來回應網民留言 就說我只是去承擔維麗泊車的法律責任 跟足法律的又不要超過壓定硬幣 另外繼續貼 還有推上報 這個世界人阻我我阻人有什麼問題 去超級市場排隊前面那幾毫子 去漆仔買支水 遇著有人用省紙交幾張單等等 還要拿個電話出來叫職員幫他 不知道掃了什麼的二維碼 我遇到的時間都不會像那些人一樣 個個道德正義上了身這樣罵人 跟足指示去做有沒有犯法 有什麼不妥 犯法就要交罰款 我交的方法是法定硬幣 而且沒有超過限額 最好就推到全世界關注 推到政府考慮修例 我每天都會這樣交的 不止郵局 還有第一城鎖車和法庭罰款 我都是這樣交錢的 看看我經開哪間郵局不幸運 然後繼續有網民炮軍他 就說浪費你自己時間 你自己愚蠢罰款 還要罰起人家郵局的職員 慢慢數著錢 都有錢收 還有鄧座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說這則熱話 話說有個人被人抄了兩張牌 於是應該交錢 結果他想到的方法 就拿著帶省紙去郵局交錢 於是覺得威威 寫上網 但大部分的網民都不爭他 還罵他 他回頭認為這樣做真的很無聊 因為後面排隊的街坊 真是多虧你不少 但那個人 自得其樂 繼續說以後都會這樣交錢 這個世界 真的一樣米養白人 另外轉看另一單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和媽媽爭執中學生 馬鞍山行鞍商場墮樓送園 報道的內文是感隔馬鞍山發生墮樓案 今天2月13日晚上7點多 一名新村校服的十幾歲中學生 在行鞍商場四樓平台跨過鐵欄 跌落商場二樓中庭花槽位置 保持清醒 救護員接報道場把事主送園治理 送園的時間有一名女子陪同 警方在商場四樓平台發現事主的書包 正在調查事件的原因 據了解事主事發的時間 曾經和母親發生爭執 兩人繼而割散東西 母親隨後尋兒子才發現兒子出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希望這個小孩無大愛 希望有什麼不對說得對 另外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消息說台灣打算2月20日開放香港人自由行 說情人節日明天會公佈詳情 報導的內文是 是這樣的台灣至今未開放港澳旅客赴台自由行 台灣陸委會發言人就在日前表示 已經協調相關部門積極地進行評估 開始準備工作 一旦有結論會適當時間對外說明 消息人士就在今天2月13日透露 台灣方面將會下個星期一 2月20日開放港人自由行來台 估計明天即2月14日公佈詳情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消息 明天有機會公佈台灣開放香港的旅客可以自由行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很久沒見過台灣的朋友、親人等等 若然明天真的公佈自由行的話 估計將會有一系列安排 當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分散各地 但怎樣說也好 心在一起就可以了 有這個消息當然是好事 當然可以看看你頭一個階段走得順不順暢 稍後慢慢來 可以再過台灣探親都未遲 另外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協議每個月買三日假外傭突然反口 人妻生氣爆 就談好了先續約 而法例是這樣說的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 各位人妻就在Facebook群組發貼文 指家裡聘用外傭照顧家翁 就說是姑仔請的 工作是照顧我老爺一個 和晚上煮我們的那頓飯 他指早前家人和外傭續約之前 協議每個月買家三日 就說和他談好了 一個月放一日休息日 其餘的休息日可以用人工來補償 工人放假就會由我老公照顧老爺 本來和外傭的協議相安無事甲 早前外傭就突然提出要放假 就說初頭我老公告訴 但其實今天是我老公生日 所以老公想叫他不要放假 事主指由於外傭這個月已經放假 丈夫就問對方會不會按協議放棄休息日 不過對方拒絕 並存來印有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標誌的法例文件 以示他有權放假 人妻對外傭突然要求放假感到不滿 指對方違反協議 就說我們跟他談好了才跟他續約 現在他反向 又認為對方有意破壞雙方關係 就說根本一早跟他談好了 他說可以不放假要錢才續約 而放休息日也都不是他說喜歡放哪日就哪日 應該由雇主靈活調配安排 不是他執意決定 他這樣扔東西過來給我們破壞了大家有好關係 我們也都會怎樣做 鐵文引來網民的熱力討論 有人指出外傭的確是可以賣假的 但必須在僱傭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執行 所以外傭一旦要求放假 僱主只能夠按法例安排 就說七日放一日是法例 你本身所謂合約上到法庭都是輸假 他肯是人情不肯是道理 也都有網友就說他有權反悔 如果不讓他放假勞工署會幫他 也有網民認為市主家人和外傭的協議太苛刻 就說其實可能人家真的想休息一下 你真的想休息但不能放假的時間都會射波 一個月只有一日假這麼少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網絡熱話 說和外傭有協議在先 不過到執行的時間 外傭就說我有權放假 根據最嚴格的僱傭條例 的確會七日又一日假期是真的 結果網民都說你那份合約都挺苛刻 兼且若然拿上法庭的話 對方未必輸 好,掛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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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